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律师真是厉害了 比图法还厉害 能预知未来 并且能被未来做担保 难怪最后不敢说明 是哪位律师的这种野机律师函 就拿去给脑残粉看看行了 别给我看了 赶紧自己该干嘛干嘛去吧 王毅清全文如下 又到了我这个VIP给大家科普法律知识的时间了 第一 律师声明需要除了律所的公章之外 应该还有律师的本人签章 表示某个律师对这个言论负责 第二 既然接受了司法鉴定 当时他有律师在场 那就应该说 你们律所某某承办律师至少两名在现场见证了此事 并且这两个律师对这个事实负责 第三 作为律师 作为一个法律上的专业人士 应该是只对已发生的事实发出声明 因为已发生的事实是可以看到 至少是可以追查 可以证明是真还是假的 但是他在这个声明当中说 从未也不会 从未的意思就是说之前没有过这个事情 这是可以查清楚的 大家等结论就可以了 然后也不会这个词是指未来的事情 未来事情 别说两个律师了 菩萨都说不准 他怎么知道不会呢 他以什么来保证这个声明 一个律师要以什么来保证学之前有生之年都不会吸毒 陈雨班的是 前车之鉴刚刚过去 律师就出来声明说这个 律师竟然敢公开声明 作保证说 学之前以后后也不会吸毒这律师真是厉害了 比菩萨还厉害 能预知未来 并且能被未来做担保 难怪最后不敢署名是哪位律师了 这种野鸡律师寒 就拿去给脑残粉看看行了 别给我看的 赶紧自己该干嘛干嘛去吧